麻雀啊好久不見了 然後這樣 吃啊 吃啊 啊 各位客官好 歡迎來到 綁麗龍中隊 我是麻雀 許多遊戲都有刺客作為職業角色 其中最負盛名的就是 刺客教條 今天我們來談談中國刺客的起源 由於先起沒有刺客這個詞彙 所以刺客基本上是施馬謙 首創的 司馬謙傳承文化脈絡 從中獲得靈感 除此之外 刺客 你就算有匕首 當個刺客 又能怎樣呢 神經病 司馬謙也對其有新的詮釋喔 接著我們來談談司馬謙在創造刺客之前 刺和客的分別意義 客在春秋戰國是相對於主而言的 所以所有的刺客都有一個 上位者 刺 在先行首先是一個動作 但因為這個動作有其局限性 通常拿短劍的時候才會用刺的呃 拿長劍則一般用砍的呃 所以刺也作為匕首或短劍的代稱 在刺客列專中 曹妹 金科 專珠 欲讓 都是拿著匕首去刺殺的 匕首作為刺客的武器是司馬謙傳承文化脈絡的部分 刺客雖然是司馬謙成仙起後既往開來所創造的詞彙 但其中也有他自己的權勢 曹妹 專珠 欲讓 聂政 金科 都是為了回報知欲之恩 願意為了博樂付出 甚至不惜以生命作為代價 所以司馬謙在此賦予刺客的重要價值是 是為知己之始 中國刺客源自於史記的刺客列傳 在起源階段 刺客之所以為刺客的三個要素 第一 刺客通常為了上位者服務 第二 刺客的武器為匕首 因為其方便性與可隱藏性 第三 刺客的通常目的為刺殺 客觀們覺得我們說的有沒有道理呢 是客觀的刺客與我們和司馬謙的都不一樣呢 歡迎客觀們分享自己心目中的刺客 趕快下面留言吧 謝謝各位客觀 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們 不要忘記訂閱網路中退的頻道 心有餘力的話 不要忘記客觀的四文錢喔 訂閱 按讚 留言 分享 訂閱最重要 就這樣 掰掰 接著我們談談 STACK 以前不做醬嗎 不 STACK 到我們 很緊張 請問一下 謝謝 謝謝 這位 我 超fang